包括了瓦格納暗殺隊 包括了車程暗殺隊 全部都過去 那還好 澤倫斯基旁邊 有一些特殊的人在保護他 目前瓦格納集團 從前方開始往後撤 撤到哪邊去呢 現在對於普丁來說的話 他心中最大的一個想望是 第一個馬力波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 打通了整個南方的一個通道之後 第二把整個 第一個烏克蘭隔絕起來 他成為內陸國家 然後再來呢 下個地方可能倒霉的是摩爾多瓦 因為摩爾多瓦非常非常小 這個時候呢 他們把這些最恐怖 最凶狠的傭兵 瓦格納集團往南方移之後 這個可以做什麼的 名的軍隊在打 暗的呢 很多那種顛覆 放炸彈 甚至於那種所謂的傷天害理的事 就由這些瓦格納集團來做 所以呢 各位去看到整個俄羅斯的一個手法 真的是極其的可惡 完全的沒有人性 但這些事情 過去在敘利亞發生 現在我們很擔心的是 會不會在烏克蘭的南方發生 而且這些人心狠手辣 見錢辦事 這些人民啊 真的是辛苦了 好 俄軍呢 這次荒腔走板 導致久攻不下 普丁知道這樣的狀況嗎 美國的情報認定呢 普丁是狀況外了 他被幕僚呢 誤導這個俄軍的實際表現 甚至不知道呢 俄國征兵 多國對他們的這個制裁 造成真正的經濟衝擊 那而且呢 普丁呢 已經感覺到 被俄國的 他自己的軍方所誤導 所以現在他跟國防高層之間 是關係緊張的 來 宽哥 顯然他們現在高層是現了 互相不信任嗎 甚至也傳出 其實俄國的軍方 長期以來也對KGB 不是很喜歡 大軍未動 糧草先行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這次烏二戰爭呢 看到了俄羅斯 真的是有史以來 最離奇的領導統一 也是有史以來 最離奇的物資管理 我們都知道 極權國家 常常會上下互相騙 那為什麼呢 很簡單 普丁三十多年前 還在開計程車養家 因為他們家的女兒 連奶粉都不夠吃 經過了三十多年 當了領導人之後 目前他的身價有六兆 情婦一個又一個 小孩一個又一個 別墅一棟又一棟 共產國家有一句話 叫做春片香 香片縣 一路騙進國務院 那國務院現在呢 各位還記得嗎 肖伊古前幾天 不是說他心臟病 突然間急發 人消失了嗎 這兩天又跑出來了 3月29號 肖伊古他就說了 哇 出來之後 現在整個烏克蘭的狀況 全世界都在看 他還是一樣啊 繼續的什麼呢 說謊啊 還是繼續的什麼呢 大陸話叫忽悠 怎麼呢 他說哎呦軍事情動第一個階段已經達成了 再來要解放烏冬 以殲滅六百名外籍傭兵 有五百人逃離 而且重點來了 烏克蘭的空軍防空系統全部被消滅 各位 全部謊言 為什麼全部謊言呢 我們來看英國的情報 英國跟美國的一個情報 前幾天就已經說了 目前在烏克蘭的天空當中 六千尺 先說高空我不敢說 六千尺以下沒有任何俄國空軍 為什麼呢 打怕 什麼叫打怕的呢 你的直升機來打掉 你的整個戰鬥機來打掉 然後你的轟炸機來照打 連殲34那種雙人並坐 全世界最先進的 空轟兩用 他可以做整個戰鬥機 也可以當轟炸機 打掉了事態 所以你先想 自己哎呀我心臟病好痛 我先躲起來 現在跑出來 跑出來了還是說謊啊 所以你可以發現 從上到下 全部都在做說謊 那做說謊完之後 我們就發現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領導統律 為什麼呢 打仗打一個多月 我們這截至到 30號的一個數字 損失了21位指揮官 損失了7位將軍 損失了2位的中將 損失了5位的一個少將 好上面的亂七八糟 我們來看看軍人說什麼 這兩天軍人 很多荒腔走板的事情 持續在發生當中 但今天這件事情 讓大家都覺得 真的有可能啊 這一群先說 這一群小朋友的臉都非常的年輕 他們彼此之間就在那邊聊天 然後記者在前面 他就說現在 兵員都不夠 他們已經在送學生散仗場 然後送學生散仗場 那個槍AK-47 大家都知道AK-47這個槍算耐用 打開來先跟各位說 這個都要送博物館了 他的製造年份是什麼時候呢 他的製造年份是1940年代到1950年代做的 古董步槍啊 各位七十幾年的一個步槍 那七十幾年的步槍 你說好好保養吧 搞不好還會用對不對 慘了 發生什麼事呢 他說我們真的上戰慘的時候 敵人就在前方 子彈射不出來 所以這些人一邊被訪問 一邊是氣得要死滿口髒話哦 可是他們又看到同伴 一直在喪病當中 各位去想哦 你吃不飽 你穿不暖 你剛從學校畢業 你沒有太多的經驗 你到戰場當中 拿了一個中古 拿一個跟博物館集的一個槍械 看著你的整個同伴 一個一個死掉 所以這次的一個情報 後面說 這些二十一個指揮官 可能都不是敵人打死的 可能很多人 就像前幾天那個指揮官 被那個小兵崩潰了 直接輾過去 他已經回天家去了 好多的指揮官 都沒有說發生什麼事哦 好多的指揮官 是拿著電話在路上走一走 突然間就陣亡了 到底是被伏擊 還是人家的整個聚集手厲害 還是你整個內部 因為你的林桃統御太差 你吃的太差 你吃不飽 穿不暖 睡不好 然後很多兵來這個地方 做整個所謂的敵前的一個倒戈 所以就目前來看的話 兵皮馬困 這一回事 但現在呢 對於整個普丁來說 他還要做最後的一個攻擊 那最後的攻擊會怎麼樣呢 現在大家邊談邊打 但是談的過程當中 打的力道越來越大 對 現在可以看出 這個二軍呈現出 非常多的問題 我們要一個一個 來深入探討 首先大家就說普丁真的不知道自己軍方的一個狀況嗎 那顯然是不是上下欺上瞞下呢 那這位國防部長邵一鼓 前天而已 他就要講軍事行動第一軍完整 接下來專注在解放烏冬 而且殲滅600名的外籍傭兵 其中500人就逃難了 而且烏克蘭的空軍防空系統 通通消滅 通通殲滅 來 張當俊 在講不可能 我們最新的畫面就看出啦 那個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就發射了一顆飛彈 擊中了空中的飛行器啦 對 他這個講的 這個空中的防空系統市場 長程的 遠程的 諸如S300這種地對空的飛彈 那短程的他沒有辦法 通通消滅 這種野戰防空怎麼消滅 包含這個 我們講的刺針飛彈 剛剛講的刺針飛彈 刺針飛彈很好用啊 他這個可以打五公里啊 但是高度大概在六千尺 或者是我們保守估計 我們不能飛到六千尺 一萬尺以下不要飛 那一萬尺以下 這個原則上 他這個蘇凱戰機 蘇凱戰機它是高架的 高架的武器裝備 那怎麼可以做 我們講到的這種 對低架的戰術目標做攻擊呢 因為這是高架的 就要注意到 任何任務都要非常謹慎 用什麼武器 他怎麼可以說大角度投彈呢 到低空去呢 或者是輔中轟炸呢 剛好變成刺針飛彈攻擊的目標了 他戰鬥戰法 他沒有做得在砂盤推演 在平常訓練的時候 沒有貼近於實戰 他跟實戰是距離相當的遠 然後這個效益股很簡單 他又報喜不報憂 我們可以看空中那個影片 這個就是剛剛就是這個蘇凱戰機 可能是蘇凱戰機 對地面的目標做攻擊 那這個是我們知道 這是短程的防空飛彈 這個不是刺針飛彈 類似復仇者 因為它是車載式的 你刺針是人稀式的 這個類似這個樣子 類似我們的復仇者飛彈 那那個是在雲層爆炸 很明顯是不是 對 有火光 所以應該是有擊中 擊中目標了 擊中目標 對 那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他今天如果是按照這個飛機的話 應該用遠激遙攻武器 或者是我們講到GPS 很遠的這樣就可以打 或者是我們講到的 這個冠星導航發射那個火箭 因為張軍現在呈現出 燒一股說烏軍的空軍被殲滅 事實上他們自己的蘇三四戰機 是受到嚴重的威脅 這次被轟掉四架 被擊落四架 主要原因就是說 因為戰後機應該是高空 結果現在他們反而是低飛 對 就是應該要帶那種 精準導引飛彈 那反而是帶那種 老舊的傳統炸彈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對 你就變成了 一個非常好的車子 你可能買了一個非常好的車子 非常高價 是一個很好的車 對 你跑去 把他這個客車 這個小客車 拿去載木頭 拿去載肥料 就這樣子了 那你買農用的嘛 一個農用 大概三四十萬就有了 你幹嘛要買千萬超跑 去載肥料呢 這不對的嘛 你這個飛機是適合做遠距攻擊 均準攻擊 均準打擊 均準摧毀 結果沒有 你跑去做輔身轟炸 你拿這個千萬的超跑 結果你拿去載肥料去了 那你這樣子對不對 你這個跟實戰是差距非常多 而且我們知道 這個俄羅斯的軍隊 他有一個文化 暴喜不暴憂 你不暴喜不暴憂 你上面的這些指揮官 還有這些包含普廷 他根本不知道戰場的真正的狀況如何 那整個戰場不合 沒有講實話 那整個會做戰略誤判 你整個用兵都會造成戰略誤判 很簡單嘛 你這個上面 上旗沒辦法下達 下旗沒辦法上達 你會造成資訊落差 戰場 一個戰爭 下來 戰場是非常混沌的 因為敵人會兵不厭詐 不是自己敵不厭詐 敵人也會兵不厭詐 也會做欺敵 做偽裝 做各方面的這種欺騙人的動作 你在下面這沒辦法在完成下旗上達 講實話 講實情 你會做戰略誤判 張先生我很好奇 為什麼他可以帶精準導引炸彈 他不帶 他為什麼要帶老舊的炸彈 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輕敵了 他認為他的防空 他認為他防空全拿到了 防空都在我手上了 沒有自空了 就在我手上 你可以進去 你可以進去防空爛炸了 是這樣子 掛了常種炸彈 但有可能他情報失准或失誤 他怎麼敢這樣子 他戰略戰犯戰術判斷都失誤了 情報沒有收好 這很簡單 自身飛彈契機的多少枚 或者車載式的短程防空飛彈有多少 掌握要非常清楚 這個時候我們選項 可能作戰戰鬥直升機不能上去了 可能的蘇凱戰機不能上去了 如果蘇凱戰機上去 要保持1萬英尺以上的高度 1萬英尺以上3000公尺 我們除以3 3000公尺以上 這個在自身飛彈的有效距離之外 你這樣可以 地面就打不到了 那就高空轟炸 我們知道後來俄羅斯在這方面做調整 所以這個影片是先前的影片 所以現在這10天下來 烏克蘭已經沒有在摧毀 俄羅斯的蘇凱戰機 跟米格戰機 沒有了 因為他知道不用了 他不敢低飛了 不能低飛了 不能做這些轟炸 那當初 那現在想要這樣子 那當初不早一點點這樣做呢 就會損失120架的戰機 還有我們講的武裝直升機 他現在還知道 會要整個的這個指揮官的戰略判斷 還有他的心機判斷 是有錯誤的 是跟實際上是落差太大 造成這麼大的戰損 我們戰損一萬壁 有傷成的效果 也造成烏克蘭在這地方 你看這一個 這個被那個 刺針飛彈擊落 你看一擊中之後 刺針飛彈 他沒有辦法去躲避 你如果在他射程之內 因為他不開雷達 不開雷達 你沒辦法發現 沒辦法發現 他變成他的伏擊 一伏擊就擊中 根本來不及應變 你開雷達 你還有雷達預計系統 RWR會作用 作用之後 他有的是會 現在已經設定 會主動多火焰彈 那就把刺針飛彈騙掉了 那他沒有啊 他不用 他沒有雷達波 沒雷達波的話 他剛好可以說隱蔽啊 突然一發射的時候 根本來不及了 然後就擊中 擊中根本 你看他這個 這個在四季內 我們看都看得到 你看他有多近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不能下來 要下來 那我們講的高空投彈 高空投彈有電視導引 有雷射導引 有GPS定位 有慣性導航 你這個都可以去做啊 你看歐羅斯他沒有用 輕敵了 所以輕敵是敗向的開始 第二個 沒有誠實 你要對普廷 或者對他的國防部長 邵一谷 要講實話 暴實情 然後馬上就可以做 戰略調整 或者是戰術手段 的糾正 那顯然沒有了 氣上滿下了 沒有 報喜不報憂 只擴大戰果 下去 就有一點點像以前的時候 當然都會吹牛啦 我們簽名敵人多少 他不講他自己損失很慘重 都是大勝 對方也大勝 那是為什麼輸了呢 他大勝 你不是大勝嗎 那如果還接接撤退呢 吹牛吹過頭 是 來 吳官 你所了解 蘇善是為什麼 他們會這樣子 精準倒也不但 要帶那種傳統的炸彈 你知道獨裁者 最大的問題來自於 他對忠誠度的掌握 林缺霧爛 哎呀我懷疑 中江不真誠 不忠誠 殺掉 所以互相 互相的提报 互相猜疑 只為了表示 效忠獨裁者 可是呢 你要跟獨裁者 講那種潑冷水 負面的真實訊息 你可能要冒著生命危險 對 親者失去權位 重者你可能身家 性命不保 所以獨裁者得到的訊息 很容易偏向於過度樂觀 哎呀你好棒啊 打得太好了 這個都沒有問題 這個在戰爭中 會出現大問題 所以這一次呢 英國有一個叫做GCHQ GCHQ呢 其實是英國一個叫做 政府通訊總部 他是隸屬五眼聯盟裡面 一個情報提供的 他就講了 他說這一次普丁的錯判 錯判三個 錯判俄羅斯自己的戰力 錯判烏克蘭的抵抗意志 第三個錯判 錯判經濟制裁的效果 那這三個錯判呢 到現在為止 美國的情報部門也接受說 可能普丁都還不知道 嚴重性 那事實上把這三個錯判 放在習近平上 通不通 一樣啊 習近平也錯判俄羅斯的戰力 也錯判烏克蘭的頑強抵抗能力 也錯判了西方能夠團結 一起經濟制裁 然後把這個套到蘇三四 他就是現象之一 蘇凱三四呢 事實上是因為蘇聯解體以後 他們要取代老舊的 我印象是蘇二四還是蘇二七 取代他老舊的對地重量 這個重轟機 可是沒有錢啊 所以一直延後到二零零七年才交付列裝哦 然後他裡面呢 我舉個例子 他裡面有個裝備是用傳統炸彈 但是有精準打擊能力 聽起來不錯 他就是在 他那個蘇三四 他是兩個飛行員 坐在一起平坐式的 那平坐式的話是比較寬 那比較寬呢 又怕雷達前面過大 所以又坐得比較扁 所以他一個綽號叫什麼 鴨嘴瘦 所以扁扁的 然後為了保護這個駕駛員 飛行員 他用鈦合金包覆 所以很重 然後他就說 有一個那個名字我忘記了 有瞄準器 可以讓傳統炸彈精準的投射 打的時候發現 沒有用啊 為什麼 要嘛就貪腐 要不然就吹牛騙了自己 講得很好聽就對了 講得很好聽 要用的時候打不準 那打不準的時候 長官又說 你那個軍營怎麼還在 那個防炮陣地怎麼還在 烏克蘭那個橋怎麼還在 你再沒有打準的話 我跟你講你回來 你回來就不用再出去了 那你飛行員怎麼辦 所以那個先進都是呼嚨的 就是打不準 打不準有可能幾個原因 一個是貪污腐敗 偷工減料 第二個是宣傳騙到最後 長官都信了 就事實上是那一回事 第三個 有人認為這一次 俄羅斯的通訊情報 大量的被干擾 開戰前西方的 不管電針機 電竿機 全部都在波蘭邊境 飛來飛去 那個干擾的都是幾千公里的 所以你打不準 你打不準只好裝炸彈 裝大顆一點 飛低一點 用傳統的炸法 你記不記得有一架 有一架那個俄羅斯的戰鬥機 他除了自己飛機的導引以外 在他的駕駛座 他自己的截圖 俄羅斯截圖拍到他 他放了一個 嘎民的那個導航在那裡 對 你問那個張將軍就好了 我們台灣的飛行員 如果飛機的雷達導引外 自己還弄一個 還弄一個手機在那邊導引的話 開什麼玩笑 那個是商用版的 然後再來旁邊還附了一張紙 用那個 那個sine cosine在算 算說我這個戰鬥丟呢 要多遠丟才會達到目標 那個是什麼時候的算法 天啊 那是上個世紀的 那個是二次世界大戰 以前的弄法 所以表示說 你縱使擁有最精良的武器 結果你因為貪污也好 宣傳過了頭也好 甚至被干擾也好 你打不準了嘛 你打不準只要低飛 低飛之後呢 我印象有一架 蘇珊斯是被刺針打下來 那個真的是叫做黑色幽默 卡通裡面不可能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包含了地面的防空飛彈 或者兼用型的防空飛彈 你必須知道 對方從哪裡飛過來 你如果不知道 從哪裡飛過來 等他執行完任務 你要打他 都不知道飛多遠去了 所以表示有一套指揮系統 提供精準的情報 告訴你戰鬥機從十二點方向飛來 高度多少 還有三分鐘 準備拿起來 打 對才知道方向嘛 那個勤勤真系統 烏克蘭比俄羅斯弱 卻擁有比他先進的情報 為什麼 那就是一個國際自由民主陣營 合作的下的結果 這原因 那另外呢 俄羅斯呢 現在人力開始出現空缺 剛才有提到他從喬治亞的南澳賽梯 也就是之前他們打過喬治亞戰爭 南澳賽梯呢 兵力不強 所以放了俄羅斯呢 南澳賽梯還有其他一個地方 放了兩個軍營在那裡 從那裡掉了兩千個俄羅斯部隊 加上民兵回來 又說又從敘利亞弄的民兵 我告訴你敘利亞現在內戰還沒結束 你真以為敘利亞阿塞德敢把精銳部隊 被調給俄羅斯 那我自己我調出去明天就被推翻了 敘利亞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領土是被反抗軍占領 你現在把你精銳部隊如果調去烏克蘭 明天換敘利亞被打下來 所以他調來的部隊不會是最精銳的 從這個點你顯示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兵 確實不足 也調了一些他講教育軍隊 我在猜是不是學生我打問號 可能是軍校生推上前線 那推上前線多少 你調個兩千好不好 你調兩千我剛才看了一個數據啊 在光在哈爾科夫的 第兩百獨立摩托化步兵旅 被殲滅的俄羅斯士兵被打死的 就一千五 你從那好不容易這邊東幾一點西幾一點 從南愛斯奧塞梯掉了兩千個俄羅斯加民兵兩千個 你正規軍在哈爾科夫就被殲滅了一千五百個 補不上嘛 那所以從波蘭這邊西方的物資源源不絕 可是俄羅斯的物資越打越少 甚至掉到烏克蘭的手上 那從西方的他們現在志願軍 烏克蘭下了條件 我們臺灣不是有個去了嗎 被拒絕入伍啊 他說你的作戰經驗不足 我不收 他現在收的是從西方過去有戰鬥經驗的部隊 進到那裡去 那人員是可以補充上的 可是俄羅斯是拿自己的衣物役 軍校生派駐獨立共和國裡面的駐軍 拉回來補 所以雙方確實有所消長 烏克蘭兵力遠遠不如俄羅斯 可是仗打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代化的戰爭 對上一個二戰時期的作戰概念 以及獨裁腐敗的資訊系統 才能夠撐到第36天 是 所以我們看到俄軍打到荒槍走板 不只是他們的這個上層高層的上下欺瞞 顯然在基層的部分也是問題非常大 因為這些年輕大兵呢 他們就抱怨了 他們真的是被騙來的 他說派來前線就算了 竟然還配發到1940年代 二戰蘇聯軍在用的老步槍 上戰場一定射不出來 可能就卡住 因為老實講那個都要保養的 可能都要天天保養 上游才有辦法 那現在就發現了 他們在射不來的情況 要被迫面對敵方的砲擊 導致很多同袍戰士 來 青皇 這顯然是非常慘烈 那這群士兵 之前我們就傳聞說 他們真的在配二戰的步槍 果然傳聞為真 那也讓人好奇啊 為什麼這些古董步槍 還依然存在在蘇聯呢 很簡單 就是因為軍中貪腐的問題 而且俄羅斯軍中貪腐的問題 光是以2018年來講 他們看得到的資料 公佈的資料 你知道是多少嗎 俄羅斯公佈的資料 2018年的軍中貪腐 軍隊貪腐是80億盧布 那80億盧布 這是聽起來好像還好的數字 但你如果認真去看 俄羅斯的軍隊歷年來的貪腐 紀錄之誇張 你就一點都不會覺得意外 然後所以你去看 俄羅斯軍隊 普丁面對是什麼狀況 普丁面對的 現在的國防部長邵伊古 是2010年2012年的時候 他也接國防部長 你知道邵伊古 是沒有打仗經驗的人 邵伊古當年是什麼 預備役的上位 預備役的上位 然後呢 在這個大概2000年前後的時候 1993年左右呢 那他當時在前總統葉爾卿的時代 讓他當了少將 為什麼讓他當了少將 因為葉爾卿要有個緊急預備隊 就因為這個緊急預備隊呢 他就讓邵伊古升了少將 後來在2010年的時候呢 普丁當總統的時候 再讓邵伊古升了大將上將 所以邵伊古從一個建築行業出身的 沒有打過仗的 到最後一路就變成一個大將上將的規格 所以剛剛張將軍在講那些軍中的狀況 我可以跟你講 對邵伊古來講 他能夠專業的認知是有困難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哦 這個邵伊古他現在能夠扮演的 大概就是一個傳話轉化的角色 但是他有沒有介入到這相關的貪污裡面 過去還有很多的媒體有報導過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當時英國的每日郵報 所報導的這個少伊古呢 貪污貪出了一棟的豪宅 而且是蓋的是中國式的宮廷建築 這個厲害了吧 折合台幣價值6億多耶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少伊古呢 就相關的爭議也是多 但他跟普丁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們是從伊爾卿時代 就一路這樣下來的朋友 所以交情很久 但是在這裡面有沒有發現對普丁來講 一定有人塞住他的言論上 他沒有辦法聽到完整的情報嘛 你看現在不管是英國還是美國 情報單位都這樣講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普丁下面不是只有一個國防部長 邵伊古這個人 普丁下面還有一個叫 FSB聯邦安全局 這個聯邦安全局也是提供普丁 重要的情報來源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從二月到現在 來自於FSB內部的吹哨者 中間應該有印象嘛 關於這個澤洛斯基被暗殺的訊息 來自於FSB內部的人對不對 然後FSB內部的吹哨者呢 他也講到了說 這一場戰爭會發動的原因 是在於邵伊古他的國防部長 阻斷了他的言論 然後呢 FSB一直想要把邵伊古給換下來 但是顯然雙方的鬥爭是存在的 所以對普丁來講 這兩派的人呢 給他的訊息呢 誤導了他的判斷 但不管是哪一個 最後終於造成這次的戰爭的結果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距離 這個實際的戰場這麼的遙遠 會出現這種二次大戰期間 七十五年的步槍 你仍然就讓這些大兵去做使用 這種事他一定不敢跟普丁講 當然 普丁認為自己所有的部隊 因為邵伊古是這樣告訴普丁的 邵伊古畫了一個非常大的 大俄羅斯帝國的夢 那這大俄羅斯國的夢呢 你看喔 這就是為什麼這兩天 這個俄羅斯的國會 杜馬才會搞一個俄羅斯人的定義是什麼 只要你有是父母是曾經有一個是俄羅斯人 你就是俄羅斯人 他就跟中國一樣 你知道嗎 用個血統把它無限的擴大 一個大民族主義的架構 邵伊古也是一樣 為了滿足普丁 他畫一個很大的大俄羅斯國 應該有的軍事架構 所以在那裡面呢 真實的狀況是很燒錢 真實的俄羅斯財政做不到 所以呢 普丁聽到的是一個很完美的 應該有的俄羅斯軍隊友的樣子 普丁想像不到的是怎麼會 二次大戰的東西都拿來用 他任之中應該是最新的坦克車戰機嘛 所以你看俄羅斯大兵呢 各位看到他這個狀況是什麼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最直接的烏克蘭的士兵 跟這個俄羅斯的士兵 他的士氣的狀況 一張圖讓你看清楚 你看上面這個是俄羅斯的傷兵哦 這些都是受傷的阿兵哥哦 這個是俄羅斯的國防部的副部長 浮明去看這些傷兵的時候呢 這些傷兵的表情 每個都面若呆滋耶 然後呢看起來沒有人會覺得高興的感覺 你看到這個國防部副部長來 你不會因為此而覺得高興 你不會因為長官替你這個掛上勳章 你覺得榮耀 可是你看看下面 這是哲倫斯基耶 哲倫斯基跟傷兵相處的時候 你看下面的畫面 開心自拍啊 開心的比讚 開心的自拍 你看拿著手機就要拍 下面的狀況是這樣 上面的是完全沒有感覺 我請問你哪個士氣高 哪個士氣低 一張圖就讓你看清楚 而且各位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普丁下面人家 烏克蘭是防守方 總統親上前線 而且烏克蘭打得還不錯 然後自己呢去看傷兵 為什麼普丁不自己去看傷兵 你的俄羅斯部隊打到現在 士氣低落 然後死了一萬多個人 你普丁竟然自己沒有去看傷兵 而且邵逸谷自己也沒有去看傷兵 竟然是國防部副部長去看傷兵 各位不覺得很奇怪嗎 連我們蔡英文總統 你看台灣的總統沒有戰事 蔡英文總統也常常直接跑到 就說我們跟我們的士兵弟兄 大家去做相處 直接跟基層士兵去做相處 發生戰爭 而且戰損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俄羅斯的總統國防部長 去跟這些傷兵去做任何的慰問 你有看過這麼奇怪的狀況 所以這個士氣的狀況 顯然是非常的嚴重 那再來看一個狀況 俄羅斯大兵你看 這個是什麼呢 兩個狀況讓各位了解 第一個俄羅斯的大兵呢 會擊落自己的有機啦 然後呢 英國情報機構說他已經驗戰了 而且中將這多嚴重 在南邊有俄羅斯大兵擊落有機的 在哈爾克夫有俄羅斯的直升機 去打擊自己的陣地的 這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狀況哦 打得很奇怪 這都不包括我們上個禮拜所講的 開戰車去撵自己指揮官的哦 那你再看這個 這個是一個畫面 這個也是烏克蘭方面公佈出來的畫面 這個畫面呢 就是一個俄羅斯的大兵 他主動打電話給他的媽媽 那他跟他媽媽怎麼講 我們本來都以為他是被抓到的 就他的講法是說 他是怕自己呢 會被俄羅斯自己人殺死 所以他就自己呢想辦法 就從那個隊伍的現場裡面 落單然後投降 那你要想說為什麼他會怕被自己人殺死 因為俄羅斯自己有個督戰隊嘛 那他一定是看到自己人 往前現在衝殺的過程裡面 最後死在戰場上他很害怕 所以他覺得我往前衝會死 那我往後會被督戰隊殺死 那我就不如自己投降好了 所以你看他這邊講的 他說我主動投降 以免我們俄羅斯自己的人民呢 就是被殺 就俄羅斯殺俄羅斯人 所以他就這樣跟他的媽媽講 然後這整段的影片 就這樣被烏克蘭公佈到這個推特上面來 所以你從裡面就可以看到 這個俄羅斯的士兵 他士氣非常是低落 但低落的原因呢 跟他們高層一定很有關係 對 從俄國的士兵的表情 就可以說明一切來明顯 顯然俄國士兵是充滿了怨氣 光配到這種二戰時期的步槍 恐怕就是真的一肚子火 你是要我去送死嗎 我看到這個新聞實在是嚇傻了 因為我們之前接收到訊息 不論包括瑞士信誕的評比 包括各種軍事雜誌的評比 2020年 最新的全球的各國的戰力 俄羅斯你要排第幾嗎 第二名 他只輸給老大哥 美國而已 甚至他的火力評比 因為瑞士信誕 他有根據他的坦克數 飛機數 航母數 部隊數 各種評比 是很精細的去評比 俄羅斯的火力 還贏過中國大陸耶 結果這場仗打下來 還拿到二次世界大戰的武器 步槍 我嚇傻了到底說 全球各國的軍事評比 是嚴重失真 還是一場戰爭打出了殘酷的真相 俄羅斯 他這是灌水的嘛 就是說大家講說 就是說那個武器的數量 不足以代表戰力 對 剛剛那個蒂文有提到嘛 就說摩托化步兵師 150摩托化步兵師 他原本是駐守到俄國南部第八軍 他的號稱是什麼 他的號稱是鋼鐵怪物耶 為什麼 因為摩托化步兵師 原本是三個步兵團 加一個坦克團 那150 150那個摩托化步兵師 兩個步兵團 兩個坦克團 所以他的戰力特別強啊 而且你知道 他的那個步兵是這樣 他的步兵已經換裝 那個最新的裝甲防護衣 根據媒體報導 還有GPS定位 從一千公尺外射擊 是可以防護的耶 然後他所有通訊裝備 都是最優先的 結果這個 這個那個最新的一個裝備 號稱鋼鐵怪物的 結果入侵烏克蘭 現在要陷入泥道 連他的少將指揮官都被擊斃 對 這到底在打什麼 完全看不懂 而且剛剛在講啊 說有那個少年兵啊 拿的那個是AK-47的步槍 剛剛大家有提到嘛 就是說 敏煥有特別提到 其實AK-47是1947年 開始生產 可是其實 俄國的步兵開始 就說1974年已經換裝AK-74了 他是更進階的 那剛剛講的說 150摩托化步兵師 換裝是AK-12突擊步槍 那是最新型的 結果你說現在第一個 摩托化步兵師的少將師長 被幹掉之外 現在還傳出有人拿AK-47 不是AK-74喔 AK-74是1974年40年前 那如果是AK-47的話 那是70年前的耶 復古 復古 那應該送到那個 二次大戰博物館裡面 如果是中華民國 那時候我們講的 不只武器步槍 更早二次大戰的步槍 那應該是送到 三零步槍 三零步槍 那是送到博物館嘛 我講到二次世界大戰 大家就在看電影嘛 史達林格勒那個保衛戰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有狙擊手 很準那時候 那時候是拿墨欣納桿步槍 那是二次世界大戰 俄國的主力步槍耶 是到二次世界大戰打完 才拿AK-47耶 當然我不曉得這個報導 是真還假的啦 如果是真的拿AK 這個士兵自己出來講的呢 他也有可能是分不清楚 AK其實是AK-47啦 如果是真的拿AK-47的話 那真的是代表說 第一個 俄國這次的整個後援補給 完全亂掉了 指揮通勤系統完全亂掉 所以老實講啦 如果普廷知道自己的戰力 是如此的話 還要入侵烏克蘭 那叫普廷一削掉了嘛 那第二個打到目前的戰爭 打到現在 俄羅斯的戰力真的是 世界第二嗎 明先生我補兩句 第一個 被侵略的烏克蘭 確實老弱婦孺 大家為了保衛家園 把二次世界大戰的老武器 都從倉庫拿出來 蘇聯救死 武器拿出來 有可能啦 可是俄羅斯你是侵略方 他們怕的時間在掛的 時機你決定的 運捕你決定的 他們確實 你們看到他運捕不易 把那個二戰時勤 那個專列 那個裝甲火車 那是真的喔 火車喔 燒煤炭的火車出來 載武器 真的拉出來了 真的拉出來 那個真的是 要嘛就上下交相瞞 都火上騙 最後把老東西拿出來以外 我給大家看這一個 我剛才講那個事情喔 蘇三四對不對 對 號稱最強的 你知道那時候他怎麼吹牛 連中國都幫他吹牛說 有有蘇三四 傳統炸彈也變精準炸彈 哇 他叫做電子瞄準器啊 那電子瞄準器 就是傳統這樣裝上去 打得比你精準炸彈還準 其實是因為他們拿 做不出電戰夾艙 像我們F16V呢 我們就買了好多具 那個叫做 狙擊瞄準的夾艙 我們有電針的夾艙 美軍西方的系統那個電戰夾艙 是很厲害的 那他做不出來啊 做不出來 他就做那個 所謂的電子瞄準器 那我給大家看這個新聞 2018年 中國的喔 2018年 二軍接收蘇三四 有嚴重質量問題 這簡體字啊 中國媒體 什麼質量問題呢 瞄準器故障 根本沒辦法投彈 你知道嗎 他裝上去了 早就有問題了 擁有蘇三四 傳統炸彈變精準 只有一個差別 你投不出去 對 你無法精準投彈之後 你就只好解掉 然後就低飛 用傳統的那種 用慣性的投彈法 那你被打下來 住細一點 俄軍打到現在問題重重來 張安君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嘛 這個英國的情報就說了 俄兵普遍士氣低落 而且破壞自己的裝備 還不小心擊落自家的戰機喔 我記得我之前我們討論過 就是俄國的空軍有打到 這個自己的地面部隊 那現在呢 是發現呢 這應該是地面部隊 不小心擊落自家戰機 真的是這樣子嗎 有可能 這個物極在戰場上 非常有可能的 第一個你這個火力分配 有沒有問題 你這個地方是攻擊 這個甲區 負責目標攻擊雨區 這個甲區雨區 你這個有沒有分析很清楚 敵我 我們有這個戰鬥地徑線 地方的地徑 就是邊境的徑 戰鬥地徑線 有沒有發現清楚 敵人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地方 沒有發分的很清楚 方格坐標不清楚 結果打到自己了 有可能啊 你在空中一看啊 他說他在一個大水塘邊 一看空中一看 都是大水塘啊 你到底哪個大水塘啊 這個就物極了 因為空中一看啊 不一樣 完全搞不清楚了 我在一個很大的樹旁邊 一看都是樹啊 哪一棵樹啊 就是不一樣了 這個地面的管制官啊 一爆的時候 沒有經過很嚴格的訓練 沒有這個空地連絡的默契 很容易造成物極 沒有敵我辨識 沒有辦法 就亂炸一通了 對一個敵我辨識 另外一個火力分配 火力分配要分配得非常清楚 哪個地方是自己的 哪個地方是敵方的 這個要分配得非常清楚 在空中一看啊 戰況是很膠著 因為飛行員他也想到啊 我自己是很危險的 因為地面的炮火也對著我啊 我這個攻擊我趕快迅速啊 那馬上你要哪個地方 你要講得很精準 哪個地方先標定好 他自己啊 所以俄羅斯這一次啊 沒有用到非常先進的裝備 他可以把這些方格坐標 要輸入他的飛控電腦裡面 這樣子 飛控電腦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這個地方是紅區 那個地方是藍區 不要炸到紅區 要炸藍區 他可能都沒有了 完全靠目視 目視很容易被地理的環境所欺騙 對 在地面上一看都是一樣 那坦克大家長得是一樣 陣地陣地大家差不多 在這個戰線上沒有畫一道線的啦 沒有說這一道線這邊是 所以戰機飛行員要自己去 有一個坐標要去分 要去分那個方位 對 他沒有用科技的裝備 沒有用的非常好的 他自己的火控系統 跟電站裝備 電子裝備 他裡面的這個 這裡面都有數位化 用的很清楚 沒有去用 完全靠自己目視判斷 他等於是盲炸了耶 就變成這樣子 就不是盲炸 目視就看了就炸 反正我就炸了就對了 因為那個目標 看了等客可能就是他的吧 那就炸下去了 會變成這樣子 那個這個就造成誤炸 那地面的為什麼把它擊落 那怎麼對我過來了 那一定不是我們的 這是烏克蘭的 少有的 烏克蘭他也有啊 這是烏克蘭的啦 趕快把它炸 又對著我啊 那怎麼會除了對 這個俄羅斯對著我自己呢 一定是烏克蘭的啦 因為飛機長的一樣嘛 趕快把它擊落 所以地面為了自保 自保啊 現在的烏克蘭的空區 只剩下五架 這是其中的一架 把它做摧毀 就上去了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子啊 就你看是自己的 回來的時候沒有立功啊 回來的時候立刻 關起來做吃牢飯啦 變成這樣子 所以在戰場上啊 這個俄羅斯的訓練 還有這個敵我的辨識 還有一個地空的這種聯絡 跟管制 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戰機飛行員在上頭 有時間做反應嗎 發現地面打過來了 對打過來了 那個有說時遲那時快啊 如果是飛彈來不及 我們知道 在地面上轟炸的時候 很少超音速 因為地面上 在低空的話 空氣密度高 超音速困難 這個地面的這種密度高的時候 那換句話說 它的空氣阻力也很大 所以你說戰機的速度就慢了 慢了 你慢了 超音速很難 當然可以超音速啦 低空 越高空超音速越快 你低空的話 因為空氣密度的關係 好 那麼要超音速 我們講次針飛彈 就1.6倍音速 你沒超音速 算你0.9 他1.6倍音速 還打他0.7倍音速 那他打他 絕對打得到嘛 所以他一滴飛就危險 就容易被 對 馬上就造他的短板 他的造門就是因為不能低空 他先去飛到低空 他把他自己的造門 造自己的短板 自己的弱點 暴露在敵人的威脅之下 那這樣的話 那打仗哪有這個樣子的 所以打仗要很多 凡是玉璃折利 你要最壞的打算 敵我怎麼 狀況在哪裡 方格坐標要一清二楚 然後如果沒有 先在進入戰場之前 先做敵我識別 然後敵我識別 他的雷達一開 敵我識別機就顯現 這是我們的飛機 因為敵我識別機 他有那個密碼 密碼就知道了 那這應該是 飛行員在飛出去 執行任務的基本功吧 基本 平常都要訓練 這個應該飛之前 就要準備好不是嗎 平常的訓練就要平戰結合 真正戰場的狀況 平戰結合之後 才知道這個狀況 真正打仗要這個 分不清楚了 犬牙交錯 如何發分 敵我在哪裡 不是那麼清楚了 而且我們知道 他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烏克蘭 他是沒有從山距離 你看這個飛機 被地球攻飛彈 打到之後 跟一團火球一樣 因為飛機 整個裡面 這個座位 飛行員的後面 通是油箱 你看一打完之後 整個是一團火 後面整個是油箱 飛機他能夠 飛速度那麼快 籌載那麼大 他靠的就是油 你就是發動機 而且這個 蘇凱34 他兩個發動機 你看耗油耗了多少 耗油多 裡面油量多 一打下去一團火球 逃都逃不掉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 這個俄羅斯的空軍 跟他地面部隊之間的 這種協調 火力的分配 還有這個敵我的間別 敵我的識別 都產生了問題 才會有這個狀況 才會有物極 那物極的話 換句話 這個作戰 這個成果 戰果沒有啊 反而是自己摧毀 因為彼此摧毀了 所以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在戰場上 這種極度的混淆的狀況 敵我不分的 尤其犬牙遭措 這個要非常 俄軍真的打了一團亂 所以這樣子 所以自己打自己了 那根本不要 烏克蘭打你了 你自己把自己給摧毀了 那自己摧毀了 還更加這個恨意 為什麼自己打自己 對 怎麼會這個樣子 互相憎憾 到時候他就變成 他的軍種的仇恨來了 為什麼空軍恨陸軍 你要不要打我 陸軍恨空軍 你為什麼要炸我 那不是造成自我毀滅 那哪有戰果 而且是幫烏克蘭創造戰果的 俄乌戰爭打到現在 除了俄軍荒槍左板 其實烏克蘭也是傳出 首次的重大勝利 就是他們第一次 成功炮擊俄國境內的軍營 造成四人傷亡 來清華 首次的打回去俄國境內 是打中俄國的火藥庫嗎 這非常重要 因為他其實是很成功的 等於飛彈發射出去 打到俄羅斯的彈藥庫 那當然之前也有一次宣稱說 也是用飛彈打到俄羅斯境內的 機場跑道 但是那一次其實也沒有得到證實 可是這一次 因為那個畫面真的是太震撼了 所以等於說他得到 比較大的證實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其實在這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俄羅斯這幾天 真的是出事不順 那Dokta的事情其實還蠻多的 因為今天最有趣的新聞是什麼呢 今天最有趣的新聞是有一則 這個俄羅斯的部隊 俄羅斯的降兵 就是俄羅斯等於被 這個烏克蘭軍方 等於說有的是來投降 有的是被擄獲的 今天最大的消息是說 他們竟然要組成了一個叫做 自由俄羅斯的這樣的一支部隊 所以這個新聞一開始 我是從這位基輔獨立報的記者 他推特先看到了 他上面就講說 烏克蘭方面的這個俄羅斯的志願者 是前俄羅斯的軍人 他們要主持一個俄羅斯自由 然後現在在接受有關這反坦克武器的訓練 那你看這一張一張的圖 真的是很認真 他們是投降的二兵 他們是有投降的二兵 然後也有去主動去幫忙的二兵 然後也有是被捕獲的二兵 所以等於是說這些俄羅斯人 有很多是怎樣 本來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 然後也有人特別到烏克蘭 要去幫忙他們的 所以他不完全都是投降的二兵 所以大家第一時間都誤會說 這個是降兵部 他其實不完全是降兵 所以在這裡面才會說 因為一開始很多人在質疑 說降兵組成的這個志願者部隊 拿著這反坦克武器 如果倒轉回來打這個烏克蘭軍隊怎麼辦 忠誠度可能會有問題 下面不管台灣還是有烏克蘭的網友 下面都有很多人表達類似的擔心 但是我看他的組成不完全只是降兵 所以表示說這裡面呢 他的組成的方式呢 基本上是以俄羅斯的這樣的人為主 可是這一支部隊非常有趣在哪裡呢 這支部隊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在於說 他組成了要幫忙做反攻 而且他有個特色 他的特色就是他非常了解 現在俄羅斯戰爭第一線前線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對戰場熟門熟路 所以他們也知道用什麼方式呢 比如說最快可以襲擊到俄羅斯的軍隊 所以他們要幫烏克蘭軍隊去做反擊 但很妙的是他們認為他們的首要的敵人 竟然是誰呢 竟然是那一位車臣共和國的總統卡德羅夫 他們竟然說卡德羅夫呢 是他們的首要目標 為什麼 而且他們還把卡德羅夫形容成說 是普丁的狗 所以這裡面講的很有趣 他用chain dog 就是用鏈子鎖住的狗 他用這種方式去形容那個卡德羅夫 所以這裡面妙在說 那我在想說他們到底跟卡德羅夫 有什麼伸頭大恨 竟然第一個時間呢都講說 我組成了這樣的一個自由俄羅斯的部隊 要幫烏克蘭打仗 二明星的地面部隊 現在已經原來的火力取代兵力 他地面的部隊他並不多 沒有說很多的這種 以防機動的調動 不多耶 他什麼 然後他是火力 看到沒有 發完飛機的發射這些 這些這個導彈也好 或者是空對地的這種飛彈也好 他是回去做打擊